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可能是在境外银行 比如香港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他们选择了哪一种去管方式 可有一点可以肯定 对方银行系统 必须等验证了谷子峰真实身份之后 才能够逃先 没错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绝对不让谷子峰心坚硬 否则他们永远都提不到这笔钱 那笔钱是多少 最少上亿 还有一点 这笔钱的提取是有期限的 假如过了这个期限 就会变成一堆废子 咱们想象一下 在香港的银行里存着上亿 甚至几个亿的财产 这帮人为了保住这笔黑钱 拿出个几千万来营救谷子峰 这么想就合理了 我让他连废纸都见过着 我相信你的判断 只是到哪儿去找证据呢 监视陆长明身边所有的人 包括苏伦 还有叶子 叶子 他也知道陆长明的阴谋 苏伦宁可掉脑袋 也要营救谷子峰 他的目的 已经不仅仅是陆长明给的报酬 他恐怕已经把心思 放在了陆谷二人那笔巨额赃款上 不过这样 他肯定先安排自己的心腹 谁呀 就是叶子 让他提前做准备 安排好下一个战场 香港 对 只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 你 你现在 你现在不是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 高飞张晓龙是什么时候被释放的 有一个小时了 如此说来 他们现在正在马不停蹄地 咬牙切齿地查咱们的内幕呢 我怎么说不过分吧 如果真是这样 经过昨天一夜的推理 他们已经能够大致勾画出来 谷子峰的背景 甚至 把您的历史和现状 都翻个底朝天 那又怎么样 本来我就不想打赢这场官司 本来我就不想打赢这场官司 等他们恍然大悟的时候 我们已经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已经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战里了 哼 肯定的 白折腾 苏 从现在起胡子峰议案的调查及起诉 由老赵负责 高飞和玲玲协助老赵工作 冯姐 我不行 我水平有限 不是还有高飞在协助你吗 可是冯姐 这 玲玲 怎么还不明白吗 谢谢首长 老赵 怎么样 我明白了 行 行 灵灵呢 明白 同意 高飞啊 我可是顶着犯规的帽子 再支持你这一次了 如果你再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可不会给你任何机会了 是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你是怎么想到 上这个地方才查的 不用说 高飞他就是高飞 我先搭车 你还记得 在谷子峰的那本护照里 咱们发现了一张机票 我记得呀 而且他没有走成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 陆长明也办好了 去那个国家的护照 那就说在同一航班 如果也发现了陆长明的名字 那就说明 他们是一伙的 小龙啊 下面的工作 由你跟老孟俩来主持 老孟呢 在前面 你在后边指挥 毕竟 毕竟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那别人不相信你 我们局里领导还不相信你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谢谢韩局 你先别歇 我可告诉你 不管工作多忙 出现问题多么复杂 一定要记住 不许意气用事 反而是都要证据 证据 好 我等着你的证据 去吧 等等 现在 他们恐怕狗急跳墙 你们可要格外的小贤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要记住 用事实 换回你的亲爱 去吧 该说的 我在法庭上都已经说过了 你们干嘛还来找我呢 我们今天又来找你 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你应该知道 这个做伪证 它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相信 这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们不明白 你丈夫死了 现在凶手逍遥法外 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的 去拿他们的钱 我不管你拿了他们多少钱 可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享用 因为你在拿钱的同时 就已经注定了 你后半辈子要在监狱里渡过 我真的搞不明白 你是从哪儿来的底气 你自己戏饭都吹不了 你还有功夫来劝我 对不起 是没了 反正我们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我盯得很清楚 上去以后直接找他们负责人 把情况跟他们说明 请他们协助调查一下 还有 看邓军回来没有 好的 老赵 一定要搞得陆昌明所有的人事档案和生命履历 特别是前几年他在外地的信号 好 喂 那 还有什么问题 那陆婷婷 她要一块儿查吗 只要她是犯罪嫌疑人 张队 怎么样 他们老板到瑞士休假去了 只有邓军能联系上趟 可邓军又出差在外面没回来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邓军去哪儿出差 坐哪个航班走的 都在这场面 邓军的外调情况怎么样 下午应该可以给我们 好的 高飞 有一个新的情况啊 冯姐来电话说 法院已经在讨论释放谷子峰的问题了 哎 高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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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来找我论理的 所以呢 我就提前来这儿等着你了 法院方面 已经在讨论释放谷子峰了 是的 现在 会议开始 必须承认 你们的公诉组 一直不能向法庭提供 谷子峰的犯罪证据 这不代表以后没有 我认为直到现在为止 谷子峰并未脱离谋杀的嫌疑 审判至今 一系列的法庭转折 都有着人为的痕迹 我赞成你的所说 我们身为法官 要接近全力制止任何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人存在 谷子峰 既然没有彻底派出犯罪嫌疑 那么我们的法庭就绝不能放纵他 这是现实 其实呢 法院方面也没有完全信任谷子峰 他们也有很多争论 但是 什么 你们所说的嫌疑 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开庭至今 公诉一方 不可谓不努力 公安机关也不可谓不细心 我们身为法官 必须客观面对现实 听审至今 我们的证据 还不能完全证明 谷子峰确实杀了人 所以 谷子峰是无辜的 你说呢 谁好谁坏 我们不能用感情来判断 而是要根据确凿的证据来衡量 被害人前行果死了 检察院对杀人嫌疑犯谷子峰进行的起诉 但是 证据不足 我们这些法官要表决的 不是感情上的倾向 也不是工作经验的议测 而是要对现有的这些材料 进行理性的评判 所以我认为 谷子峰杀人罪名不能成立 原因是证据不足 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很窝火也很难过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这都无极于事 我希望你 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 既然法院方面已经决定要是 我并不反对这个决定 怎么 你不反对 而且非常赞同法院这么做 第一这么处理符合司法程序 第二 即使他们不这么做 我也准备提出这个申请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打败这帮罪犯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找到确凿的证据 将他们绳之以法 来 说说你的想法 欲擒故纵 陆长明 苏伦他们想尽办法耍尽阴谋 就是要把谷子峰救出监狱 然后逃跑 你是怎么欲擒故纵的呢 捉奸捉霜 擒贼拿脏 证据会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出现 如果谷子峰被释放了 那么他就有了行动自由的权利 对 即使到时候你能够阻拦住他们的逃跑 你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呢 就是要给他自由 就是要让他们碰面 因为这群人是用金钱联系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可金钱维系的关系往往是最脆弱的 一旦利益分配上发生分歧 他们马上会土崩瓦解 自相残杀 就像 就像把唐僧放在一群妖怪面前 这群妖怪还能守规矩吗 他 就相敝要在一群妖怪外 在这群妖怪 gibt实 按赞 tudo 在他那群妖怪乱 你比 bon 我不会有事的 只要能阻止她了 别的我都不在乎 再说 还有灵灵 老赵她 但是你千万要注意 自宣的安全 小龙啊 你吃啊 这是你最爱吃的熏肉 妈 我吃什么 还有这个呢 多吃点 你也赶快吃啊 好的好的 来 爸 小龙啊 咱们爷俩 喝一杯吧 来 来 我也喝一杯 小龙啊 我们什么都不说了 爸 我和你爸呀 就是盼着你能够平平安安啊 小龙啊 重要的是啊 你要想开一点 别把他放在心上 别把他放在心上 爸 我知道 我没做亏心事 怕什么 对 来 咱们一家三口 干一杯 来 来 来 高飞 你是要去小龙家 看望他父母吗 是的 听说他们老两口 是专门过来看望 未来儿媳妇的 真是个悲剧 高飞 幸亏当初 你没跟你的家人 聊起陆婷婷 老赵 对于陆婷婷 你怎么看 这还凶到我去评价呢 事实都已经摆在了眼前 我还是不明白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 促使他对你这样 什么 我不明白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爱她的丈夫 难道不重要吗 更何况 你们俩是青梅竹梅的呀 这和小龙不同 老赵 停下车 麻烦你们俩打车回去 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我的老牛的是最后一根稻草 就算一头牛能够负担几千斤的重量 他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 只要达到极限 这个时候只要再轻轻地放上一根稻草 他就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你是指陆长明 当然是他了 而且我敢肯定 他现在是又焦虑又紧张 又觉得还有希望 因为几天之后将会决定 他到底是上天还是入地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看看他 在他不堪重负的心脏上 再放上一根稻草 他这怎么会为谁不知道 陆长明 这个一直以来 让高飞琢磨不透的神秘人物 此时 猙獰的本来面目 清晰地展露在高飞的眼前 爱 恨 情 愁 高飞 要直面这个 此时至终挑战社会 藐视法律的罪人 他的 就一个是 符合 对 情人 这 他都会 无论 这 这个 那 这 你 又 就 能 唱 就是 承受 真的 是 这个 是 你 是 很漂亮 精彩 我早就听说 香榭里舍俱乐部 舞台上每天都有精彩的演出 我现在才明白 其实香榭里舍最精彩的演出 是在他后台 最出色的演员 就是你 国家 送你 里面怎么了 里面的事 不用你们管 背后 首先 你用了很多的钱 收买了很多的人 然后在法庭上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你的目的是要救古子峰出狱 哪怕只有两天 对吗 你说呢 你根本就不想胜诉 你的目的是想让法庭短时间的休克 然后你浑水摸鱼带着古子峰出国 因为没有古子峰你就没有钱 这只是方案之一 凌桑 现在就不难理解你为什么不要命的来玩这场赌博呢 而且你设计的非常精妙 我承认 你是个天才 真的是天才 而且 骨子里有一种冒险家的气质 谢谢夸奖啊 可惜啊 你碰到的是高飞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最迟两天 谷子峰就要被释放 我想 你现在最费心思的 你的全部精力 是放在了 是放在了 你的最后的计划 出逃 你认为 你逃得了吗 你跑不掉 因为有我 有张小龙 就算是上天陆地 我们俩也要把你 缉纳归案 你逼死了程可伟 逼放了苏美 杀了何彪 最后又来陷害我和张小龙 那当然 当然还有在这之前 你和古子峰 一起道歉的那笔巨款 这么多的罪行 你跑啊 跑 跑到哪儿也是死路一停 你死定了 我还有一条路呢 咱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 咱们俩之间只有一个话题 就是威法 和制裁 那婷婷呢 真正没有 肯定是自己的 猪瀑 是自己的 先从湖出 你都逼死了 你竟然把古人的创意 用在我身上 我也佩服你的意志 你竟然贡献出了 自己的亲生妹 这在古代也有话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想念办法 营救姑子 帮你这我领解 因为钱的作用 可你凭什么把婷婷也出卖了 就因为以贡洋的上了大学 不光是上学 还有穿衣吃饭 把这些都算上 现在看来你这笔投资也很划算 这不是投资 是亲情 没有人在投资和亲情之间 划等号 我是婷婷唯一的亲人 婷婷怎么会有你这么尴尬 高飞啊 咱们之间干嘛非得鱼死网破 就只有死路一条吗 还有一条途径能让咱们三个人三全其美 前提是 你变通一下 你还想跟我变通 只要变通有意义 为什么不呢 怎么变 我陷害你 栽赃给你 这谁都清楚 这是云里雾里的事 用不了多久 你和张晓龙就能让他烟消云散 这你不必计较 接着说 你在一个月之内保持沉默 仅仅是保持沉默 你就帮了我一把 然而你能迎来豪华的一生 我知道 你的最爱是婷婷 你也清楚 婷婷的最爱就是你 人这一辈子 能碰到一个知己 太不容易了 既然相遇了 为什么不珍惜他呢 为了自己爱的人 变通一下 又有何方呢 我想听具体的 你说结果 婷婷和五百万的嫁头 我会用严实取款的方式 把这笔钱付清 然后你和婷婷去澳大利亚结婚 剩下的 就是你们俩在地球的那一边 度过幸福的一生 相信我吧 你成全了我的事业 我也能成全你的爱情 我看得出来 你们俩确实相爱 难道我不想让我自己的亲妹妹 一生幸福吗 你也不因为要你 因为要反正 你也不本身 因为有法律制裁你 可是你 你不能这么 侮辱你的亲生妹妹 你凭什么 就凭你是她唯一的亲人 你就可以把她 像狗一样 随便地送人 你知道什么事 婷婷 为了你 为了自己的哥哥 他可以什么都去做 为了你 他可以陷害我 陷害他 有生以来唯一的 爱的人 他刚刚大学毕业 他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可是为了你 为了你这么一个哥哥 他选择了犯罪 你知道吗 在来丰州的那一刻 即使他已经决定了 日后 他去坐牢 陆长明 其实在咱们俩之间没有假如 只有结果 那就是在日后的某年某月某日 由我作为公诉人 亲手把你送上法庭 接受最后的审判 你记得 你记得 犯法和执法之间 永远是不公待天 这是个曾在陆婷婷少女时代 就吸引她的背影 从而也制造了她的初恋 今天 当这个背影渐渐远去的时候 婷婷只留下了心痛 她亲手打碎了高飞心目中最美好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竟然是她自己 望不在于我下世 望不在远 ding 下坏 温度 下坏 下坏 本身蛋 上 小 букв 前 ISTIN 该 这是我大学毕业前画的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梦中小屋 看出来没有 我就是这小屋的主人 假如你明天早上醒来 忽然发现我不见了 就像昨天晚上 你家床台的露水一样 被昭阳给蒸发了 那么你还会想我吗 一切都结束了 别太难过了 陆婷婷 你以前让我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像 蓝蓝 姐姐有苦衷 你有苦衷 我有什么 你不仅伤害了小龙 我还犯了罪 你知道吗 我一直 都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 你这是 这是让我走的什么路 我当时 我当时只想 你能得到巨额的收入 你和奶奶的日子 会过得更好 早在昨天以前 我已经不在乎这份收入了 我宁愿 我宁愿 感慨尽尽地离开丰州 我也不愿 不愿看着小龙 这么被我暗算 我跟不愿 不愿看到他们的父母 看我的那种眼神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姐姐骗你 来了 小龙 时间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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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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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